而过去呢 公托是下课时间通常会配合农忙或者家长的时间 往往要到下午的五六点才关门 只是现在公托陆续关闭之后 这增设的副国小副佑配合小学早八晚四的作息 家长没有时间接送 只能够把小朋友在放学之后先留在学校上课 也因此这样的做法呢叫做课后留缘 只是这是要另外收费的 而且各地方政府的规定还不一样 收费标准也不同 也因此让这诱托整合政策形成了一国多治的乱象 三十岁的单亲妈妈小杰育有两个孩子 每天一早她跟母亲要分头奔波送孩子上学 小杰的薪水一个月两万一 东扣西扣后剩下不到两万 一家四口光是生活就够辛苦 她却坚持不能耽误到孩子的童年 因此四岁的老二上学期开始念国小副佑的小班 问题来了 副佑的课只到下午四点 四点后家长如果没有办法去接学童 就要课后留员 这要额外加收一个月约一千两百块的费用 加上注册费要一次缴清 负担雪上加霜 公立的课后留员或者是说公佑的部分 他们的费用都必须要先照原来的学费用 全部先缴 你必须还是要先缴原价 而且一次要先缴清 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说 去拿出这么多就是原价的一个学费 最后学校帮他申请基金代电 孩子却从此被贴上标签 每天闷闷不乐 最后被迫转学 如果说啦 这个费用的部分 当然可以比较跟国小一样 可以不用缴到这么多钱 我相信就是我们可以省掉非常多的负担 小姐的课案出现一个重大问题 就是课后留员为何还要另外付费 寒暑假又该怎么办 结果都成了家长的负担 这是全国收拖学童人数最多的幼儿园 上课后来接小朋友的家长 三分之二都是阿公阿嬷 阿公阿嬷 阿公阿妈比较没有那么遵守交同规则 所以你也宁可自己接 我一定自己接 说这段时间当妈妈回家的时候 到安心搬去 他不要 妈妈不要 太贵了吗 对对对 生活还稍微于这样 不好 为了配合家长的需求 下课后幼儿园大概有五分之一的学童 留下来进行课后留言 人数还逐年增加 但是幼儿园老师早就下班 上课的都是委外办理的教师 老师一天下来八个小时 老师带这么多的孩子 其实是很累的 他考虑到老师的辛苦 然后我们后面再接手 老师也可以休息 也可以喘口气 我是觉得其实这是 两边都双方配合 我是觉得会比较好 就算课后留言可以延长到六点 却是增加了家庭的负担 可以跟家长说一个时间 但是不要四点 我觉得四点太残忍了 哪个大人他四点下班 除了自由宴以外 目前寒暑假 以及课后留言的政策 各县市规定不一 像高雄市全部委外办理 课后留言 月费约在一千两百块上下 寒暑假月费约在三千到五千块 屏东县课后留言 不需额外的费用 但是直到下午的五点 少数学校则延长到六点 收费一小时两百六十块 寒假月费则在两三千块之间 台南市课后留言 月费约在八百到两千两百块 寒暑假依照终点费计算 最高不会超过三千五百块 政策可以说是一国多治 现在其实现在台湾整个教育资源 事实上都放在所谓的高等教育里面 那事实上其实因为诱托整合了 虽然整合了 但是学龄前教育 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义务性教育 所以说其实它并没有一个 比较整体性的预算 过去的公托没有课后留言 寒暑假照常收托 在公托关闭后 增设的国小富佑 课后留言 寒暑假都要收费 更增添家长的负担